最后一道桃检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没有结果了嘛 看看啊 现在均检的整个资料呢 他们现在居然才要整个汇整起来 为的就是要给家属看 好不容易今天家属总算是看到了 等一下红舅舅就会到达我们的现场 告诉我们在他们今天整个月券的结果 可是呢 明天一大早大家打开电视 将会看到的是一个大阵仗的一间行动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一间行动就已经像那电影场景 都在swat的这种场景哦 这一间可是规模阵仗非常大 警察加上宪兵还有镇报车 加上这浴车球车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人移往一般的监狱去 可是住在这军事监狱里面 你一定觉得说日子非常的苦啊 苦不堪言 里面一定像那在这些战俘一样 做过的苦哈哈的日子 但是呢 实际上来说 有些人在里面可是乐在其中啊 那这是要移出去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被瞩目的人呢 我所谓瞩目的是什么 你看军事看守所或军事监狱里面会关押 都是军人对不对 军人讲究的就是阶级嘛 是啊 所以有没有一些大官或什么的 通通都要被移送 好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批名单里面包含有什么 尹清风案的前海军上校郭立合 还有在共谍案里面涉嫌泄密的前陆军少将罗贤哲 还有贪污案的前六军团指挥官 陈氏余中将 还有前中科院的院长陈优武中将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谁 前宪兵司令何雍监 都是高官 这些都是高官 所以大家就会看说 你这些高官在军事监狱里面 或者军事看守所里面所受的待遇 会不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那大家也会关注 军事监狱没有人知道里面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这些将军在台南监狱里面 每一个人住的房子有多大你知道吗 有多大 六坪 六坪的独居房 六坪 哇那六坪比一般的学生的那种套房还要大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有一个前总统陈水扁 之前也被关在台北看守所 而且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什么你知道 1.86坪的总统府 你的意思是说 表示他只住1.86坪 那他的坪数不是跟的洪仲丘差不多了吗 他是总统 那跟洪仲丘一样的空间 但是将军住的是六坪 那总统的不是三军统帅 怎么为什么将军还坐到六坪的房间 那没有关系 现在你要移到台北监狱去了 大家移到各个监狱去了 像这些将官有些要移到台北监狱去 那大家質疑说 那你会不会在享受这些差别的待遇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台北监狱来说 一般房舍的这个坪数只有1.38坪 1.38坪 但是要收容几个你知道 大概三个人 三个人 大一点的有3.54坪 但是收容多少 7到8个人 6.37坪的收容多少 10到20个人 那我们现在这些将官 原先在台南监狱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说 他一个人独居房就占了6坪 真的空间有够大 没错 我刚刚讲到陈水扁对不对 陈水扁后来到监狱去的时候 单独一个人使用一间房间 多少你知道 1.38坪 后来还为了领遇他的时候 再弄出另外一个1.38坪的给他 总共也才多少 2.76坪而已 那还是比将军小了一半 还是比将军小 所以他就说 原来这个将军犯法 被关了 还有特权 但是你不要想说6坪就很大了 你知道我看还有更大的 还有更大的 30坪 这么高档啊 30坪 这个人你应该有印象 江南岸的一个要角 叫做汪西林 他当时是情报局的头子 就是他策划江南岸的 那结果后来他被捕之后 就被判刑 1985年的时候就被判刑 然后到1991年的时候放出来 可是他当时被关在哪里 关在军事的看守所里面 军事情报局的看守所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为了要关他 讲关是好听一点 你知道吗 当时的看守所还特别 帮他辟了一个专区 叫做汪西林软禁区 原来还有这样的特别区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情报局的这个看守所 现在就是位在景美的 这个人权文化营区 那这个地方呢 结果你知道我发现里面有什么 它30坪之外 你讲说它是牢房 我跟你讲 它干脆就叫做住宅 公寓好了 30坪比我家还要大 比我家也大了一点 所以你看里面你知道有什么 套房 会客室书房客厅 而且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家人随时可以去看他 他的这个软禁区的外面 还有一个刚哨 你知道干嘛的吗 做什么的 有人帮他占卫兵 还有卫兵啊 这么高的 好听一点是看着他 但是讲难听一点是什么 应该可能就是 我为他服务的吧 也有人这样猜测吧 因为他情报头子 不一样身份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 毕竟要移到一般司法去的 这些将官 其实我大概今天也问了一下 法务部的执行科的人 他们也讲说 不要讲你是将官 或者士官 或者士兵啊 今天移到这边 大家一视同仁 大家看到这些什么 不合理的这些礼遇或什么 到我们这边了 一切通通都会取消 通通都取消了 想想看 这么多颗星星 跑到了一般的监狱里面 他受得了吗 他关的这个房间 本来有六坪 变成只剩下1.83坪了 这样的小的坪数 你只能躺在里面 而活动空间变小了 旁边还没有一个侍卫 来帮你服务 你不能看电视 你没有微波炉 什么设备 豪华的设备 全都没了 想想看 明天这些将军一出发 心里面可真是 坎坷不安 但是在军中 其实有许多的禁忌存在 而这些禁忌 你千万不要去破除它 因为破除之后 你可能会热祸上身 那才会真的忐忑不安 是啊 我们跟各位讲 大概整理了十个军中的禁忌 第一个在陆军里头是禁止女性碰触军旗 像是迎旗连旗 而且旗杆不能断 断会出事 OK 再来出操的时候 谁 哪个天兵 你应该把钢盔内侧朝上放 马上给我全是武装去操场跑三圈 对 为什么 因为那很忌讳 会衰 会倒霉 再来背枪的时候不能倒着背 当然枪口是一定要朝上的 你绝对不可以什么对着人 这样横着背 也不能朝地下 这个是对枪要尊重 我们要知道枪下有很多的亡魂 再来第四个 大部队经过的时候 你要回避 身人回避 部队行进间 严禁 有人从中间穿越 白木才会从中间穿越 也就是说今天比方说我们这个连队 这样往前跑过去的时候 哪个人敢从中间穿越 我们这个连队会倒霉 所以有时候都会有班长出来交管 所以都一定要避掉的 海军 讲到海军了 在船上就要供奉天上圣母跟马祖娘娘 这跟很多的渔民是类似的 军舰上也有供奉这个 对 还不知道 要祈求林墨娘的保佑 潜水艇的数字编号加起来 不可以是四 为什么 你车牌里会用四吗 对不对 将心比心 对不对 男兵的帽子就不可以给女兵戴 也不可以给女兵 这个也是一个忌讳 再来第八 枪要架起来 不可以躺在地上 还有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当兵的时候去打靶 不能跨枪 跨枪你也是要倒大霉 对 有人讲跨枪的话 枪可能就会莫名其妙走火 很邪门 背执行带 像以前我是班长 我就背过执行带 不能蹲 不能进厕所 还有 清天白日要由上而下挂 你绝对不能颠倒 你也不可以什么 让他脏污等等 国旗 军旗 连旗不能贴地 当然啊 你其实倒倒在地上 不就是倒旗吗 对 代表全体阵亡啊 好 这些忌讳呢 不管大家信不信 在军中很多人是深信不疑 我现在就来讲一个忌讳的故事 话说呢 有一个陆军186拐踢的阿兵哥 当时呢 他在台北市林寿市关税 那么当时在上课就有个教官 就问 你们这些学员 有没有从外岛来的啊 就有个学员说 报教官 我是从马祖 马祖医院那里来的 教官一听 这么巧 马祖医院 那你有没有听说啊 马祖医院旁边有个小房间 而小房间前面的芒草 绝对不能割 结果那个学员就把他割教官说 有 报教官 我们的确呢 有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传闻 而且呢 在军中是被列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可是军中不是常常要割草 你偏偏那个房间前面不能割草 那个小房间就是马祖医院的太平间 他说太平间前面的芒草 你绝对不能割 因为你割了就代表什么 太平间要重新开张了 就像你家的店 你家的门 你如果要重新开张 你前面是不是都要清理干净 所以你要是把芒草割了 太平间就等于是重新开张的意思 就要开始收什么 收遗体啦 讲到这边 我话回到故事的前头 我一开始是说这是一个 他们受干训班的时候 教官讲的一个事情嘛 对不对 下面的学员听了全部都 哈哈哈哈 教官 什么年代啦 你还在讲这种那么瞎的那种 所以大家不相信 对 那么瞎的故事 结果教官神情非常的严肃说 你们觉得很好笑是吧 我告诉你 刚刚这个故事里头 我是不是有提到 马祖医院的士官长 立刻叫人打电话 把所有休假或点放 全部打电话召回 对 我就是那个打电话的执行官 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当下下面的学员 鸦雀舞